-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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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九熊老師 那今天跟大家聊也是跟防疫有關的事情 那前天我都到這個 好朋友開的拉麵店去吃拉麵 那他是一個秋田來的日本人 那我碰到他的時候就問他說 欸那你最近有沒有回秋田啊 有沒有回去日本 他說啊不敢回去啊 那因為怕說 回去之後 來到台灣要被隔離啊這樣 我就說目前的話是還沒有到隔離的階段 那今天是這個 欸今天是3月 3月3號齁 那還沒有到那個就是 從日本進入台灣要隔離的狀態這樣 那我們現在的狀態是這個 自主健康管理14天嘛 那盡量不要出入公共場所 那如果真的要出入就是盡量戴口罩這樣嘛 那這是目前的狀態 所以你看他們其實得不到這個真正的訊息 都以為說現在從日本回國的話就要被隔離14天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社會上還是反映出一個很很很明顯的氛圍 就是那當然大家都很害怕嘛 因為對於一個這個未知的病毒 所以就是有很多的這個 情節輕或重的假消息就會散布在這個社會當中 那所以其實大家 呃是是某種程度是 呃沒有能力去查證 那可能也沒有這個實踐去查證 所以就很容易接受這個訊息 那他就問我說那你有沒有 你就是問我得知什麼樣的狀況 我就跟他稍微聊一下齁 那其實我就之前上個禮拜才從日本回來嘛 那所以其實也可以看得到日本比較多的現況 那我就跟他分享 那然後他呃就是反正我要講完現況之後 他就說我原來現在狀況是這樣 可是之後會怎樣不知道 然後我就跟他講到說其實這個影響會很大 不只是說就是觀光業的影響嘛 那各行各業的就包含譬如說中國的料建不足 很多工廠是要停工的 然後再加上就是呃因為有很多貿易上的 國際上的都現在都是失聯狀態 那可能大家也比較不會去呃強調說一定要買什麼東西在這個時候 所以有關奢侈品類的他的這個這個消費的力道就會減弱 所以有其實在通路業啊各行各業都還是會有一些波動 所以其實這影響是蠻大 我就跟他講說像你現在就是煮拉麵鏡的那些 日本來的原料啊 如果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不只是這個人的 人的運輸就是停航 之後如果是連那個貨品都斷貨了 那你就沒辦法開業了 其實這影響不是很大嘛 他就想一想對真的很大 那而且呢是到什麼時候會真正的結束 目前還無法就是很清楚的看到嘛 所以我就覺得這是一個 嗯我們大家都要很比較嚴肅的去看待他 但是雖然很嚴肅但也不用太悲觀 因為總是會過去嘛 人類預告過多少次重大危難 其實都還是有辦法 那每次遇到我們都會說他是史上最大對不對 就跟颱風一樣 不是每年都在講說這是史上最大颱風嗎 觀測史上最強什麼什麼 當然他還是會造成一定的損害 可是呢我們怎麼運用我們現在有的資源跟智慧去改變 跟改善這個環境 跟怎麼度過中間這個陣痛期 其實還是我們內心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內心要先求安定 那這一次的這個 新冠肺炎患肺炎呢 呃多多半都是這個讓老人家重症嘛 那呃也就是說跟你的免疫力會有比較大的關聯 那我想齁其實 呃我們既然要去 更加重視自己的健康就是增強免疫能力的話 那其實有很多點都是要注意的 包含你日常的飲食 還要你的壓力來源 你要怎麼樣減小 讓自己快樂 讓自己不要一直處於 呃煩躁不安 然後這種 擔心的這種狀態裡面 你才能夠維持我們的 呃身體是沒有壓力 那你細胞沒有壓力 你的免疫力自然就能夠提升 這種 我講的都沒有什麼 不是什麼醫學專業 一定要專業背書的事情 就真的是一個很基本的 呃大家對健康的觀念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這個時間點就很 很適合去檢視並加強自己的這種生活習慣 哦那減少熬夜 啊減少 呃這個不正常飲食 然後盡量去吃有營養的食物 那盡量讓自己開心 哦那工作變少了 那可能有更多時間可以 呃讓自己進修 你就多花一點時間在這裡 那我覺得光是這樣就可以讓我們 就是至少覺得這段時間沒有這麼痛苦 嗯我只能說痛苦當然存在 可是你怎麼讓他盡量不要那麼痛苦 這就是我們能做的選擇 那那就是我跟那個拉門店老闆特別講 他也覺得很有道理 他也覺得說 對啊我們就是應該要 就是對事情不用那麼緊張 然後就是盡可能這樣 然後後來話風一轉了 他就跟我聊到說 那這次台灣的 這個這個措施做得很好啊 他就覺得說 那日本為什麼做得不好這樣 我就跟他講說 因為大家長期都不管政治嘛 那你知道日本投票率 以往都是在五成左右的 那大家都不管政治的時候 當然是用一些 漠視你的權益的人來管你啊 你說安倍政府做得好不好 好不好其實大家可以評論啦 只是說實在 現在你有辦法找到另外一個人去取代他嗎 能夠他已經做了好像八九年了嗎 那你要去取代這個人 然後能夠就是讓大家覺得做得比他更好 在這個已經危難發生的狀態下 我覺得這當然是不可能嘛 而且你說像最近大家看那個北海道的知識 他38歲做得很好齁 38歲剛好跟我差不多同歲 所以語有容顏 沒有啦 那但我意思是說 年輕人從政 能夠做到一些老人從政所看不到的東西 那而且他也不是政治世家 他以前還是那種主播嘛 那所以他看到的事情就會比較 跟那種傳統政治家 政治世家的政治家 他們的試點是不一樣的 那我覺得這個社會本來就需要多元聲音 有各式各樣的人去做議員 就能夠讓他的這個 最後做出來的決定更符合多數人的需求 那你越漠視大家越不出來選 越不去投票 那最後當然就變成這些很愛參與政治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很正常啊 很正常就是 我說很正常是這是一個過程 那我們台灣現在已經走過那個階段 大家年輕人在這次 今年總統大選的時候 我看到很多年輕人就是專門回國 然後就是為了要投出自己的一票 那不惜跟家長一戰齁 也沒有真的戰啦 就是可能有一些衝突摩擦齁 那都不惜發生這樣的事情 也要去表達自己的意見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民主化的一個很棒的過程 那我們已經經歷過那個能末期 現在開始進入的時候 我們就是真的要奮起 我們真的要去關心政治 用各這種自己的方式來做社會參與 那其實這次選舉我自己也是蠻感動的 我覺得像包含這種 這種這種陳柏惟的當選啊 就是也給我們蠻多的想法 就是你在網路上發揮影響力的人 其實是有機會去改變社會 只是你改變的方法是什麼 然後你去參政 就是可能就從很直接的方式 去從中央立法 那如果我們去在網路上發生 譬如我是接觸日本旅遊跟日本教育的嘛 那我們就盡量把日本的 值得學習的地方去分享出來 那大家去跟日本學習 就會讓我們變得更好 當然不是日本都好的喔 日本也有壞的 可是 那日本壞的我們就不用跟他學嘛 我們就是學好的啊 然後 嗯 我自己常常覺得 我們如果台灣跟日本加起來除以二 絕對是超強的人 因為日本做事很盯緊很細心 但是就是太慢工出細活 很多事情都要一直協調 那如果說 如果說就是我們學習日本人的認真 跟對事情的堅持 那 台灣人什麼台灣好處就是靈活嘛 改變很快 然後想法就是很容易付諸實行 然後實行之後再去做調整隨機應變 這是台灣人的一個特色 然後台灣人是有很堅強的韌性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也不太會往 那種 就是超級負面的方向去啊 至少不會自殺什麼的 比較不會啊 那 所以如果你把這種台灣人的韌性 跟日本人的堅持合起來 出於 加起來 相加出於二 絕對是很厲害的嘛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嘛 我們都有機會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好 只是 多跟少而已 我們改變了0.001%的社會 那也是讓社會變好啊 那我只要讓更多人願意跟我做一樣的事情 那 社會就真的確實會往好的方向去 我還是這樣想 我一直都是這樣想的 包含我開日文課 包含我做日本旅遊的推廣 我都是希望 台日之間可以有更多的交流 然後 達到這個目的之後呢 就能夠讓彼此變得更好嘛 所以我常常覺得這一次的防疫 也是日本要跟台灣多學習啊 可是他們沒有理由跟台灣學習啊 因為我們跟他們沒有 國交嘛 那 所以呢變成說 政府跟政府之間 沒辦法這樣子直接橫向的學習的話 那我們就至少可以讓 日本的民眾 越來越了解我們為什麼能夠走過這個民主路程嘛 所以就跟這個老闆店老闆講 他是非常的認同 他說 欸那個 欸九雄你要不要出來選啊 我說我目前還沒有這個 那個想法 不過 某種程度上的政治參與 或說社會參與呢 絕對是我會 不會放棄繼續做的事情 然後呢 我最相信的價值 就剛剛講的台日交流 可以救 拯救台灣跟日本 這個我的基本信念 我還是會持續去做 那所以 也希望說有在看我頻道的朋友 你們可以去想一想 就是 有什麼是 你自己可以做的 讓這個社會可以變的 然後真的是萬分之一千萬分之一 讓社會變好一點點的 只要能夠往那個正面的方向去推動 那我想 越來越多的這個 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 那社會就真的可以變好了 好 那今天跟大家講到這邊 所以這是一個吃拉麵得到的 其實我們聊了20分鐘啦 算蠻久的 然後就是有一些意見交換 然後我覺得還蠻有意義的 也是 呃 就是在 呃 肺炎發生之後呢 第一次在台灣 做的台日交流 所以我個人覺得 嗯 蠻有趣的 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那希望大家就是 如果喜歡我的內容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那也可以就是 有什麼想法呢 下面留言給我這樣子 好那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拜拜